捷運的這個議題 我最後還是苦口婆心的說 不要再一直打轉 還在談四年前五年前的事情 去年好不容易化解了旗艦 有了共識 而且 基隆捷運的經費 也不是你柯市長出的 是新北市 是交通部 要編越預算來支持 所以難道你柯市長 要來否決我們基隆市的捷運嗎 如果我們基隆市的捷運推不成 那柯市長是不是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不要撈過界 你去管新北市的事情 管到我們基隆路線要怎麼走 我覺得彼此尊重 跟各位做報告 我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大家應該也很少看到我生氣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 道理必須要講清楚 我們基隆市的尊嚴 不容許人家 來糟蹋 而且我覺得這個建設 對基隆 基隆好 汐止好 新北好 台北市才會更好 今天自由時報的頭版 台北市的家戶 幾十年來首度衰退 這代表台北市在衰敗嘛 所以跟周邊的城市的合作 其實才能夠帶給台北市 是未來進步繁榮的動力嘛 所以常常在講一千萬的人口 北北基隆的首度生活圈 難道是講假的嗎 不是本來台北市就是應該伸出雙手嘛 把新北市 把基隆拉著 把桃園拉著 大家一起好嘛 所以在今天 市政總報告剛開始的時候 就大家最關心的這個捷運的議題 我跟大家做報告 如果沒有柯市長這幾天的發言 其實這個禮拜 綜合規劃的路線要定線 所以我為什麼會那麼生氣 就是因為大家都有共識 在這個禮拜就要定線了 跟各位議員先進報告 我們還是會努力的 理性的 平靜的 靜下心來跟 新北市跟侯市長 手牽手合作 我們也會 努力的 跟台北市來合作 我們希望基隆這個捷運一定要往前面推 也希望基隆捷運能夠早日的來完成 我相信這對整個河谷郎貸的發展有很大的注意 不只是交通 其實還包括產業 我們應該會用 another 我們應該會做回事